大家好,我是老马 大家知道啊,就是 我们自己拍的一些视频可以通过简映 来给它配上字幕,智能配上字幕 这个很智能,很方便 但是这个字幕的话呢,我们可以 自己在这个简映里面编辑 也可以和视频一起保存下来 但是我们想把这个字幕啊,单独的保存下来 简映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因为它简映它这个软件,它没有 这个生成这个内置的这个功能 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小工具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工具吧 呃,就是这个 简映字幕 大家呢可以去 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一下 大家可以搜这个 能保存srt这个字幕文件和text文本文件的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功能强一点 就是这个简映工具 简映字幕导出srt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呃,打开简映 我可以先看一下吧 这个视频的本身是没有字幕的 然后我们给它配上字幕 确实非常的智能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字幕啊已经配上了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个软件了 打开 减音字幕 双击打开 这时候会有一个小的这个悬浮 悬浮的这个窗口 右键 可以选择 这个导出文本还是导出srt 这个文本就是text文档 srt是字幕文件 我两个都导出一下吧 好吧 先导出先点这个 先点导出文本 路径选择一下 简易导出 字幕 导出成功 你看一下 这就是刚导出的这个text的文本文的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 srt文这个srt的这个字幕文的 点击到处 选择保存到 保存到同一个文件下吧 保存到这里还是保存到字幕下面 保存 到处成功 那我们看一眼 是吧这个就是字幕文的srt文的 这样的话这个字幕文件我就可以拿去这个更方便的去单独的去修改创作 或者说 去到其他软件里面去使用 我把我把易烊迁徙这个视频啊给他做完吧 做完准备传到b站上面 作为我的b站第一个视频 简单配一下 就给他简单配个音吧 这个易烊迁徙的这个演讲 讲的非常好 听完之后啊 觉得 这个激情澎湃 浑身充满了力量 是当代年轻人的模范 是我们的这个榜样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 点击这个选中选中这个字幕文档 对吧 选中字幕文档 浑读 我们给他配个音吧 配一个 看一下 我们给他配个音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我出生在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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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吧 我出生在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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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吧 好 我出生在前十年 十三岁的时候 我出生 我出生 正在前十年 十三岁的时候 到底要实新聞 生在前十年 我还会说 我要做到 어떻게 这个 我来十年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今年十九岁,马上两时了,你觉得自己的未来十年会是什么样?首先是不要辜负自己的期待。 两时了,加油!